在瓶泥鍋淋上雞蛋和牛奶的混合之一 薄薄的金黃色餅皮吹彈可破 還得分秒必爭刮下來 免得不小心就燒焦 最後抹上鮮奶油層層堆疊起來 这些看起来垂涎欲滴的千层蛋糕 制作完并不会上架贩售 而是得等面焦时间到后亲自取货 开店的话还是要店租跟人事成本很高 所以就是省下来的这些就可以用更好的食材 然后在产品上面 来自网络的知名甜点店 买蛋糕采取预约制 面焦时还在捷运站外 总是排了长长人龙 避免宅配运送时被摔坏 原本在大安捷运站外面面焦的甜点 因为人潮众多影响了动线 因此改来中山区的这处公园面焦 没电面只能网络下单面焦 成了近期甜点店经营新风潮 但其实早在五年多前 就已经有业者采取这样的经营模式 深夜时刻业者忙着发号码牌 大楼外排了长长人龙 还划分出两个动线 如果没事前预约 就只能现场排队 碰运器能买到什么品项 也因此被邻居投诉 影响居住品质 无论是浓浓巧克力塔 还是酸甜口味莓果塔 都是店里人气商品 对业者来说 少了店面 从租金到人力 光是一个月 至少能省下将近15万元开销 甚至还能掌控食材 成本支出 尽管消费者得亲自到场面交 也没有实体店面 能近距离挑选商品 但馅料预购的模式 激起消费者好奇心 成功打响名后 记者谢文翔 谢文怡台北报道